人一般的心态都是认为人生没有大灾大难才是正常的 纵使有悲痛那也应该是例外不是常例 虽然看到别人遇难 但总觉得倒霉的事不会领到自己 因此当自己遇到苦难和挫折时 便顿时觉得迷茫失措 这才觉悟到自己一直活在虚幻里 因为人生都是有喜有悲的 传道书第七章说 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 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 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 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 这经文告诉我们 享受亨通并没有错 但我们要提防其中的危险 若神赐人亨通 人因此而喜乐是自然的 亨通并没有错 我们也不必因为日子好而过意不去 有些信徒或许想到神吩咐他们要背十字架登从主 就觉得不应该追求或喜悦亨通 或者当他们因着亨通而开心时 他们就觉得有些不自在 仿佛他们喜爱舒服 不够属灵 但这经文告诉我们 若神让我们亨通 我们当然可以喜乐 也应该为此向神伸出感恩之心 神并非要信徒成为奇怪的人 喜欢苦不喜欢甜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当谨慎亨通所带来的危险和试探 因为人在亨通时 很容易自满 得意 就忘了神 远离神 为了不掉入这些危险 我们在亨通时 也应该由衷地感谢神 且存舍己心态 不是独占恩典 乃是用神所赐我们的丰富 来祝福他人 荣耀神 建立神的国 另外传道者也提醒 人生也不是时时亨通的 我们不该有这等妄想 所以他也说 遭患难的日子 你当思想 思想什么呢 就是为何一个良善 公义且有能力的神 会让我的人生遭遇患难呢 患难虽不好受 但若是慈爱公义的神许可的 必然对爱神的人有益处 其实思想也可说是 醒茶 当我们遇见患难时 我们要思想 这患难的缘由 在一个广泛的层面 患难是源自罪 当罪进入世界的同时 苦难也跟着来 地上的患难 应该叫我们厌烦 这堕落有罪的世界 看透世界的虚空 而更向往回到幸福的天国 能与我们的救主耶稣 永远在一起 而除了广泛层面 我们也当在具体方面思想 省茶 看我们的生命 有否任何导致患难 灵道的因素 比如我们是否对神 越来越冷淡 但对世界和偶像 越来越上心 或者我们一直放纵某个罪 却没有意思要悔改 又或者我们忽略了 某个神要我们关注的事等等 以致神不得不责备我们 或是给我们一些警告 然而不是每个患难 都是因着罪 所以我们也要思想 神借着患难 所要教导我们的其他功课 比如神要我们学习谦卑 要我们的信心与灵命成长 要我们更加成圣 更懂得依靠神等等 其实无论是亨通或是患难 都有其功用 都是叫人要信靠神 因为亨通与患难 都出自神的主权和美意 亨通叫人喜乐 患难叫人思想人生残酷的现实 但两者的用意最终 都是要叫人信任和顺从 那独一掌权的神 特别刚才的经文说到 神使这两样亨通患难并列 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 也就是未来有什么事 神不让人知晓将来的事 使人不知道明天是福是祸 为的就是要人不要依靠自己知道 或是不知道的 乃唯有依靠神 虽然明天对我们来说是未知数 但神要我们因为相信 一切都由神安排与掌权 而因此能放心 其实并不是亨通与患难本身 是好或不好 重要的是 在亨通或患难之中 我们有没有看见和认定神 若我们看见神在其中 那患难中也能有出人意外的喜乐 在亨通中我们也不会失脚 但我们若眼里没有神 我们甚至会因我们的亨通 而心包气傲 忘记神 以致最终带来自己的败亡 所以神最终要我们关心的 不是努力猜测明天将如何 乃是专心信靠祂 虽然我们无法说得准 明天是遇亨通还是遭患难 但我们可以确知的是 那位赐我们亨通的神 也是同样在患难中 会与我们同在的神 神叫我们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 就是要我们靠信心而活 传道者在传道书第六章问 人一生虚度的日子 就如隐而经过 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 谁能告诉他身后 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 虽然人不知晓将来的事 人也不知道到底什么 才是对他有益的 难道亨通一定对人好吗 难道患难就没有造就人的功课吗 但神不但知道未来的事 祂也是命定一切事的 祂更是知道什么对人 才是有益处的 所以我们只管信任神 凡是倚靠祂 顺从祂就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神若为你安排的是亨通 你应当存感恩的心 喜乐的享受 并把这恩典也与旁边的人分享 以荣耀神 但若今天或哪一天 神许可你遭受患难 也愿你记得思想神的应许和真理 并祂之前的恩典与作为 而从中得利 来在你的患难中继续忍耐跟从主 无论我们是在亨通或是患难 都愿我们心中继续纪念神 以靠主